許多人在染疫之後開始出現所謂的長新冠的症狀 那長新冠的症狀包含了所謂的胸悶短氣疲倦乏力 以及所謂的腦霧的症狀 那腦霧呢就是說它感覺就是記憶很不好 遇到事情容易忘記這樣子容易想不起 短暫的一些事情 這樣要怎麼補足這個樣的一個狀況呢 最重要還是從XXX去著手 所以我們接下來介紹的幾個主要的單位藥 對於這幾個症狀都有改善的效果 補氣活血抗呆方 補氣活血呢 基本上我們常用的東西就是 然後添麻還有單身 這三個藥把它磨成粉 對於一些有中風後遺症的一些患者 你可以把這個藥呢 當成平時的一個保養方 對於有一個有些人可能譬如說他 中風之後呢 他可能長期服用吸的心血管疾病的抗靈血藥來講的話 這個藥方是屬於比較溫和可以顧腦的藥方 跟吸藥不太會有太大的衝突 液晶抗代方 液晶抗代方的組成是 30公克 核手污15公克 肉沖容15公克 狗起質15公克 這四位藥呢 整體來講 有一個抑震填精 補抑腦水的一個作用 這四位藥呢 有兩個藥很特別 一個是核手污 一個是 這兩個藥呢 其實對於頭髮比較白的人 有困擾要去染髮的人 這個方呢 對它也非常好 另外呢 這個方是純素的 所以吃素的也可以服用 這個方呢 整個組成架構其實是蠻簡單平和的